Manfield, 在你秘密基地又找到好東西 又被你找到我存了很多年的動漫雜誌 的創刊號 是的,創刊號都是近這幾年找到齊 雖然我自己看日本的動漫雜誌都很多年 但是, 看一看的時候發覺 第一, 以前沒有看那麼多本 第二, 很有想法找到創刊號 基本上這裏都很齊全 當年香港要購買, 也有一定難度 是的, 其實我自己看日本動漫雜誌的過程 小學從海豹松書、漫畫周刊 慢慢認識日本的動漫世界 但資訊不夠的時候 原來有日本出的動漫雜誌 去到旺角逛街的時候看到 有錢就買到了 印象中就是宇宙船老店 八達, 我還很記得有一間叫超新星的 等等這些地方都有的 當年這些真是天價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錢的問題 因為萬一張刊幾元本左右 每個星期買一次都可以的 但是這些日本的動漫雜誌 都比較貴的 都要儲很久才買到一本 透過今集節目 我們就好像一個時光隧道一樣 就介紹一下 這個這麼美好的 超和年代的動漫雜誌 由第一本好問 有史以來第一本 1977年的Out 一看動漫雜誌的封面 一點都不動漫 所以就拿了一本1985年的 對比一下 慢慢衍生出來 就會較為知道 這本真的是動漫雜誌 這個cutting 多些觀眾朋友認得 因為我手上 這本1977年的財看霧 所以就比較特別一點 還有 Spencer 也放了一個mark 在裡面 就想講一講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 其實它不多彩業 但原來它有一個漫畫的連載 畫工都真的挺漂亮的 暫時我就未考究到畫家是誰 其實日本的動漫雜誌 都有好幾本 是有一些漫畫連載 但當然不是純漫畫雜誌 所以不會有漫畫 每個禮拜都推出的 會有很多 但它可能會有一兩個故事 以這本來計算 就比較不太動漫 是的 第二本 1978年 這一本得奸的Animate 大家都會看到大和號做這個封面 但我們下了mark 有一個 嘩 大帽氏 這個就是大帽氏 長濱忠夫三寶曲 當年還是有一些超級機油人 沒錯 另外 很重要 這支筆 觀眾朋友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支筆 金筆上面還有一個電子標 我記得我有些中學同學有買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大家就看上去的價錢 多少錢 兩種不同的狀況 但要一百萬九日圓 二萬四日圓和二萬九千日圓 1978年 三萬日圓 你想想 那時候是一個天價的 HAND WATCH 嚇死人 所以這個叫金筆另外還有 嚇死人 嘩 這個又是經典 這部唱機 大家 會賣廣告的 就是當時的迷你音響組合 都可以叫做 嘩 你想想看一個價錢 嘩 整個組合九萬多元 所以 其實當時 嚇死人 為我們小朋友來說 日本 這些產品的價格 是天價中的天價 但也看到一件事 因為在這些雜誌開始賣廣告 即是他們的年齡層 即是看這本書的年齡層 都開始向上 就不像 可能是 TV Magazine 或者 TV Land 那些比較小朋友 還有就是證明了 日本當年的經濟盛勢 是的 那個消費力很強 沒錯 另外一本 大家會見到 叫做Manifix 就是之後 它改了名 叫做 Animeku 是的 蜕變出來的 是的 所以其實 比較少人 會知道 它原本 就是來自於這一本雜誌 但是 其實看封面 關於動漫特色的 大家都 大概知道 年代 因為它有 小甜甜 它會有 飛鴻藍掌 飛鴻藍掌 有鹹蛋超人 沒錯 也會有 神用飛鷹盒 神用飛鷹盒 沒錯 其實 它這一本創刊號之後 其實連續出了幾本 都很漂亮的封面 很精彩 你會見到 合併本 有一月的新年號 和二、三號 其實 都反映了 當時 這本雜誌 都是用動漫為中心 而且 剛剛 Mamphil 你說的這句也很好 他很直接告訴你 我這本雜誌 是動漫雜誌 這本之後 就到了1979年 這一本 都很出名的 The Anime 封面就是 鐵拳狼子 很經典的作品 我又見到你落了一個印象 你和Oman 你和Oman 都很喜歡 原唱武士 而且 整個版面 就會有些不同 你會見到 兩邊跨頁的 一個全版的 全版的排版 你亦看到後面 感覺是有些不同的 沒錯 因為 日本動漫雜誌的年齡向 是比較 中學生 或者是初中生 甚至乎 剛才說過 可能已經是向大人 所以 內容和排版 都是有些不同的 接著就是高迪安 這個經典 證明到1979年 都還有一些超級機械人 沒錯 觀眾朋友很少見 就是他的草圖 嗯 草圖也很少見 高迪安 雖然他也有些內購 但跟TV Magazine 感覺是有些不同的 沒錯 對 1979年之後 就是到桌面上的這兩本 差不多同一時間 因為是1981年的創刊 就是賣Anime 和Animedia 我們先說哪本 我當然先說Houda 這本就很精彩了 可能是年代的見證 去到80年代 真是巔峰 很多附件 很多附錄 就是這本雜誌的一個賣點 這個廣告也很厲害 哇 終於出現了 你看看大家觀看價錢 2萬日圓 嚇死人 整個月的薪金有多 嚇死人 如果以日本來說 這個價錢 是呀 最高銷量的產品之一 Sony 除了這些廣告之外 日本動漫雜誌一樣 很吸引人買的 就是這些副價 例如這些剪刀帶的紙 他用了不同的動畫 他有一張 大海報 獨立的海報 我想這張海報 都很獨立的 這張海報 很大張 希望鏡頭可以計劃 很漂亮 B2尺寸 很漂亮 是啊 通常是雙面 後面就是一個故事的講解 這套作品的講解 這個絕對是一個賣點 很厲害 是啊 其實當時的動畫雜誌 海報 都不能夠缺少 而且我覺得這本雜誌 有一個賣點 就是很多不同的尺寸 小的負禄 對 去講解不同的東西 甚至乎這些 這是錯誤何詞 對 尤其是海報的拉頁 這個我沒有記錯 因為是九里一瓶 九里一瓶 就是龍之子 是其中一個主持人 後面就是一個創刊的河詞 就是其他一些名詩 對這本創刊的公河 有安然良和 那時還是叫做富野喜恆 是的 富野遊貴 然後這是大賀元邦南 很多名家 石森等等 也有公賊這本創刊 是的 我想這本都是盛世 盛世的開端 另外呢 有一本呢 我都在你們另外一個節目 講過 學研出的 anymedia的創刊號 這本都比剛才那本 不王多樣 也有很多負禄 是的 所以 它的負禄都很精彩 它有本手帳 是的 它有本手帳 這本手帳真的很像 平日寫下一些日誌 如果觀眾朋友 是生於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都應該很記得 那時沒有那麼多 電子產品 另外我們寄下一些東西 我們都要有一本手帳 沒錯 另外呢 也送了一張海報 這張就是大賀元邦南 真的精彩 這張的海報 好我來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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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比較小見 是 這張真是小見 這個畫面比較小見 我開頭都以為不是大賀元邦 不是他畫的 但原來真的是他畫的 是小見的 這張 後面的畫像就比較多見 是 當年八一年高達頂峰 當它推出了動畫之後 再重複了電影版之後 其實你也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高達TV版出的時候 高達就不太受歡迎 所以甚至中間要有一些調動 甚至腰斬 縮短了 但它就靠三部曲的電影版 如果知道內裡故事的人 就知道有一個新動漫宣言的情況出現 而為何會發起大家對這套動畫的重新熱愛 其實就是由日本動漫雜誌 裡面再討論再討論 然後燃起動漫迷的心 沒錯 然後在日本動漫宣言之後 也宣布這三部曲會出高達的電影 然後高達很紅到現在 當年的關鍵是加上有兩本經典的無形雜誌 他幫忙推動 接著就是Newtype 就到了80年代中 這本經典 你們好像以前都介紹過 因為當時跟Keyman都介紹過這本Newtype 當時他也有說過 他的書道是一個革命性 是一個很時裝雜誌感覺的動漫雜誌 一個時裝的感覺 你先看下了一個標示 看看是甚麼 永野戶 永野戶的漫畫連載 當年 五星物語 一套經典的作品 所以剛才也說過 有些動漫雜誌都會連載漫畫 不過不會很多 Newtype 這個 就用了永野戶的五星物語 當年 Newtype 他用了很多畫師 特意畫 畫了很多動畫的插畫 在雜誌上 令到他很特別 令到他很特別 他不是在動畫裡編出來 80年代中 亦是動畫的高峰期 沒錯 由巨大機械人走到新的時代 我相信是動畫雜誌的頂峰時代 所以當時亦有OVA年代出現 因為動畫除了在電視、TV播放之外 亦有大型樂的Movie 不過因為錄影機開始成行 所以亦會有賣錄影帶 有這本最後要介紹的創刊號 就是新video magazine 它叫做New Video Magazine 就是Anime V 還有他主打的就是 無限地帶23 是的 這個創刊號的時候 因為無限地帶23的OVA 就是差不多 在OVA的紀錄裏 是一個最受得的 最好賣 還有Maffer 你可以講解一下 什麼叫做OVA OVA叫做Original Video Anime 即是說動畫的製作 基本上只是用video 即是無論VHS也好 Beta帶也好 這樣來銷售 當然後來會有部分OVA 都放上螢幕 即是當劇場版 亦會有一些電視台買到版權 就會在電視台播放 但最早的時候 都是用錄影帶的形式去播放 以及某程度上 可能尺度又會再大一點 是的 將來我們有機會講 這個 無限地帶23的時候會講多些 不過在這裡 亦都bookmark了一個 在OVA年代很經典的作品 幻夢戰記 你很喜歡這套作品 是的 即是它無論作畫的風格 或者它的故事推進 都很明快 其實是否井之右目 是的 我們之前都有一些雜數說過 所以其實這本雜誌 是介紹很多新的影片消息 就是這樣 不經不覺 以上都是絕對是動漫雜誌的時代 黃金時代 到現在好像是否剩下一本 有些在這裡的 不是剩下一本那麼少 但當然有些也會轉成電子版 即是同時銷售 其實實體書當然在一個有了電子媒體之後 慢慢向下畫 這個都無可口非 這是時代的巨輪 這是時代的巨輪 但是我們回顧在動畫70年代尾至80年代中 其實動畫本身的質素又高 而且透過這些動漫雜誌 亦都將很多資訊給了動漫圍 所以它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觀眾朋友 亦都跟我們一樣 在80年代走過來 亦都多些留言和我們交流一下 因為我相信大家對日本動漫雜誌 有很多回憶和感情 沒錯 而且當年如果真的付錢購買 其實你會對那套作品的深刻度高很多 是的 現在可能按一下 水過壓背 你免費的就是水過壓背 有這套的東西嗎 這樣吧 不是很仔細的 是的 其實某程度上 當年亦都因爲大家實體給錢購買 真的增加白銀的關係 就會引育到一批有質素的製作人 亦都有很多有質素的作品出現 亦都令到他們有足夠的資源 去繼續做他們想做的事 其實是雙贏的 大家都有福 是的 但是都明白剛才Manfield說的那句 即是時代的轉變 是的 希望觀眾朋友也是 剛才Manfield所說的 留言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你們當年究竟是 什麼渠道去接收動漫消息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下次再見 好 拜拜